那現在這一個如果求婚一次 會 會 哇 非常的希望有小生命到得到 可是因為我要先結婚 約會的對象或是比較可以 絕對可以藉故的 有喔 有喔 有喜歡的人喔 對 對 有想要真的定下來 會啊 其實我20幾歲場戀愛就很想定下來 卻就是一直沒有遇到緣分 但現在這一個如果求婚一次 會 會 哇 你下次見面問我 我就會說對阿結婚 所以真的很有可能 2月14號 我覺得有可能 我希望啦 不然就是對方的順 對方順是什麼時候 已經過了 好 就是選一個近期的節日去 我個人買團聖誕節 如果可以聖誕節結婚也不錯 不想再等我 非常的希望有小生命到得到 不是 不是因為我要先結婚 結婚跟生小孩 我應該自己計畫中 會是差不多同步進行的事情 還在等求婚的時候 我沒有在等 但是有很理性的討論 先看心情 選一個兩個人覺得有意義的日子 就去 然後先通知爸媽一下 不許經過婦 他們通知他們就 所以有可能是明天 喔 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預定今年會結婚 對 所以一生想說隨時都可以去 對 所以現在還沒有一個 兩整集日的 對啊 因為還沒有特殊的日子 我的生日也還沒到 但你到時候就會公布他的 正面目 沒有打算讓他被看到 因為他不是全美人 我覺得 就是 要尊重一下 他 他本來的生活 就算登記也不會辦婚禮 喔我不想辦 婚紗 他也不會替光 應該也不會拍 我是真的沒有想 我覺得生活比較重要 先有後婚也OK 喔這個我沒有 我覺得 要先婚再後婚 就是 這個我還蠻傳統的 就覺得 如果有計畫要開生小孩 我就會先出門自己 所以我剛好最近自己有點愛玩 就是 有點沒空去處理這個 去安排這件事情 是嗎